《沙海》是近期很热的一部网剧,是由南派三叔的原著改编的,由吴勒、秦浩、张宁文等主演。 这部网剧的播放热度还是很高的,我本人也是很喜欢看。 在剧中昨天更新的张日山带梁湾去买首饰,真的是爱梁湾吗?还是因为梁湾的纹身问题?你知道是为什么吗?先说梁湾在剧中是很喜欢张日山的,因为梁湾是个花痴,喜欢帅哥,但是再一次淋雨梁湾的暴发烧了,身体温度升高,身上的凤凰纹身出现了,虽然梁湾赶紧遮住了,但是张日山还是看到了,但是没有说。 由此梁湾也赶紧将张日山赶走了,因为拥有凤凰纹身的是汪家人,看过原著的都知道九门和张家都是与汪家对立的,所以更不可能与汪家人有什么交集,汪家人也只能隐藏起来,但是看梁湾也不像是汪家人啊。 所以张日山让人去查梁湾的身份,但是什么都查到了,就是没有汪家人的信息,但是张日山也没有戳穿,继续盯着梁湾。 昨天刚更新的中有张日山带梁湾去首饰店中,让梁湾自己挑选,张日山送他,梁湾也很高兴,但是张日山这样做,有什么意义呢? 我觉得是故意试探梁湾的,因为汪家人也不是普通人,眼力绝对不会弱的,所以张日山让他自己挑,当然梁湾也真是厉害,直接挑中了地下的东西,但是这个戒指因为特殊情况,生人活人带了不好,所以张日山让他换一个,老板给他拿了一块手表,也是跟张日山同款的,梁湾也很开心,我觉得并不是张日山爱梁湾,只是试探梁湾的,你觉得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